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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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好笑的,你一入行 沒多久,有人問你有沒有女朋友 你不會想想 我做這行 不會有Fantasy 有影響你不會想 我個人比較直 我也不會說謊 所以我覺得 唱片公司有沒有反對 他們都會有他的考慮 但他們最終都 都OK 我覺得 尤其是現在的年代是不同的 大家都會比較接受這件事 我作為歌手 又作為創作人 想寫情歌,沒有情,怎麼可以寫情歌 很厲害 對不對 例如之前你回加拿大 也帶你女朋友去加拿大 也是她給我做 因為她的時間比我多 所以 回去 很開心 因為不需要見很多朋友 只要見家人,留在家裡 其實很開心 那爸爸媽媽都很滿意這個未來媳婦 對吧 她當然滿意 但她這麼久以來都說 她們不會去 說 當時我喜歡誰 但她們都說 你女朋友真的很好 你珍惜 看你的訪問都說過 你也是現在這個女朋友的結婚對象 當然 那你一首歌30歲前 要做什麼事 那是否包括這個結婚 因為你已經30歲了 已經過了30歲 這歌也沒有說要結婚 所以證明了 梁柏基 她的眼光很好 哈哈哈哈 我們都 都 有聊過 大家想過 在哪裡擺酒 如果的吧 還有 計劃什麼時候 暫時還不是 但是 已經聊過 聊過 所以 主要是 我要加油 我要加油 早點可以 養老婆 有 安定一點的生活的時候 才可以 是 可以 有一個依靠給她 一圈圈 星光背後 有我 Phil 林逸匡 想聽竹本訪問 立即上 81903.com 節目重溫欄